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和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一準時收聽收看我們的桃色新聞 Yeah 冬天了 所以我們都穿大地色耶 我今天跟那個史丹利是同色系 棕色駝色 然後那個長出的草就是我們的蘑菇 不是草 長出來的草不是長錯的草 冬天的草不是這個顏色啊 你穿綠色要蓋紅毯子 這是聖誕節的概念 剛才講對啊好應景 對然後我們兩片土地獄了你 就是那個啊什麼梅納德效應 對對對 也有人說是美拉德 就是那個什麼蛋白質預熱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你知道嗎 像那個微博上面就瘋傳說 美拉德穿搭法 對他們把這個應用就是類似這種色系 對對就會這樣子運用 不就大地色嗎 就大地色 而且會講大地色 然後現在那種露營的還會講什麼 沙色 沙子的顏色 其實就是土色啊 因為沙有黑沙 土色太土了 或是台語會講塞鮮 塞鮮 對啊會講塞鮮 但是塞也有很多顏色 好確定要討論塞的顏色 討論不討論這一題 因為剛有問了史丹麗跟基琪 就是說你們冬天要出去嗎 他就回答了一個標準答案 立刻 我們那個要去滑雪 欸我跟你講這滑雪真的是 在你嘴巴裡聽起來是快樂到不行的運動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們是年輕人 你知道嗎 我們呢 可是你們練很久了 練很久 就沒有已經玩很久了 對啊 他們玩很多年了 對啊 但是剛好昨天就是有一個 就是媽媽朋友生日 然後我們就聚在一起這樣 然後也在講說什麼 什麼要去滑雪什麼什麼的 然後結果我們就討論到一件 嚴肅的事情 去 嗯就是我的朋友啦 就是幾年前 嗯 其實他蠻年輕的比我還小 那但是40出頭的時候 他就在 就在 好像就是Niseko 嗯哼 滑雪的時候 蛤 他不滑雪 哦 他就是白天會陪小孩就很冷嘛 嗯 然後晚上就進來泡溫泉 對 可能喝一點點酒 嗯 血管的問題 哦 然後我們就正視到一件事情哦 就是說當然你自己的保健藥 但是我要問的就是我們的杏鮑谷 請問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醫院是Niseko這麼貴的滑雪勝地哦 沒有一間很齊全的醫院 沒有發現 因為我有我知道 因為就是我們有一次滑雪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就是愛玩就跳起來 然後可能就摔倒 哎呦 摔倒就是可能站不起來那一種的 嗯 然後我們真的就很緊張 然後就是請那種血廠的那個 那個救難 然後騎那個摩托車來把他再下去 再去醫院 但因為我們在Niseko 我們就不知道要去哪裡醫院 只能沒有只能下去聚子安 嗯 就是先下山一個診所 然後先去看 那診所是處理不了的吧 他是骨科嗎 要看狀況是骨科嘛 看他嚴不嚴重 要看嚴不嚴重啊 對 那也處理不了 就給他指充藥跟什麼的這樣 對 對 只能這樣哦 那結果我們的朋友 講了一個也超嚴重的 他說你要想就算你會滑 你有他說他還有教練帶什麼什麼的 但是有不會滑的人 就是一個殺人機器 會從你旁邊經過 有啊 就很多會有 停不下來 停不下來的啦 對啊 或是那種 尤其是那種 我覺得就是 愛亂衝的啦 對對對 愛亂衝的 突然跳起來的 突然就是 G有一次就是在一個轉彎 然後也是被一個老外之間 衝下來直接撞飛啊 是直接撞飛的 你飛有可能就是 比如說腦震盪或骨折嘛 對 你知道昨天我聽他們講 我們到後來火鍋都吃不下 說不要再講的 就是他就這樣子很平靜的滑這樣 結果有一個就是殺不住的 從他側邊 他說好像是血板 銷過去 有有這個 有這種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你的手斷掉了 這整個切斷 然後那我說那怎麼辦 一樣啊 就是那個診所只能拿止痛藥啊 所以是 他們是先到好像小樽還哪裡 所以還要拿著那個斷臂 天啊 對對對 那個很危險 然後就是 有的沒有辦法處理 那可能 如果你真的很嚴重的話 像就是那血管問題或什麼 就可能你要有 資源 你馬上要調度到直升飛機 是 然後飛到哪呢 那你能哪裡想 紮謊 最近的紮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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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這點很奇怪 就是日本人也沒有注意到說 其實血廠的意外是很重大的 然後那附近沒有可以處理的 因為就是世界上的血廠都在 因為都在山上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山下應該有一個 至少骨折能接回來的醫院 對 應該有一個設備比較 稍微席圈一點的醫院 那個日本的骨科醫院 其實叫整型外科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我朋友 被送到整型外科的時候 我會嚇死 我哇塞 怎麼一個診所都沒有 直接送去整型外科 對 就是骨科 那我很難想像 他在說故事的那個人 就是他的朋友 要拿著斷臂 陪他坐車 而且當然血很好 很多人就可以拿來 趕快把它先冰凍住 直接把手臂冰起來 因為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是北海道 因為北海道太大了 北海道太大了 但他的醫療資源太分散 就太分散 就可能大醫院 就只集中在雜謊 因為其他城市沒有那麼多人 就沒有那麼大的醫院 對 人口的問題 對 是北海道人 所以之前就是有一部日劇 在講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一直在推廣 就是希望有醫療專機 就有醫療專機 然後可以從雜謊 可以說從雜謊飛到當地的機場 各地小機場 然後把它載到雜謊這樣 不然的話 因為你這樣送車枕 都幾個小時的 對啊 而且還有一件事 是雪況 就是說天氣 因為我們也碰過那種雪大到 什麼都看不見了 是真的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 那你要想你那個飛機能不能騎 起降 我覺得那也是個狀況 因為我曾經在雪地拋棄我全家 拋敷氣質 因為我根本都沒辦法照顧我自己 然後教練說 媒體又下標題了 拋敷氣質 拋敷氣質 好經營 就那個 教練說往前走 然後爬上那個斜坡 就到那個餐廳趕快進去躲 那個風雪太大了 然後他講的斜坡 事實上 我覺得趨近於90度了 你就要腳叉叉叉叉進去 叉叉叉這樣往上排 當然沒有到90 但可能比如說70類是這樣子 我顧不了了 然後小孩在後面有教練顧 那我老公自己會顧嗎 那我就開始這樣一直這樣 就是逃命啊 你什麼都沒有辦法想 就是我要上去 我要上去這樣子 然後一進去就是兩個世界 你就這樣 然後就看著外面 白茫茫 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我接下來要講的更恐怖了 就是有一個太太 她就是她都慢慢滑 慢慢滑 慢慢滑 然後她就注意到 在她前或後 你知道每次做lift Gondola什麼的 就會有一群青少年 就是哈嘻嘻 哈嘻嘻 一直在她前面打鬧 後面打鬧 然後就注意到說 OK有這一票人 結果她就溜了幾次之後 滑了幾次之後 就突然就發現說 誒他們怎麼進樹林了 這句話也選嘛 然後她也沒注意 結果呢就下一趟下來的時候 已經有O in O了 哈哈哈哈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 水淋淋欸 就是有樹枝有樹幹 他往過去有直接插到嗎 直接插 插到 直接正面插進去 好我們剛剛在講 好像很駭人聽聞 但我只是提醒說 如果我們是身在熱帶地區的人 你去了雪地 你真的要注意就是說 你很會滑沒有錯 但有時候別人不會滑 然後他可能高速衝過來 像我剛剛講 他說他真的就經過 就瞄到O in O上來 然後他這樣 一看這樣 好像是 直接插身體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聽說是 回不來 回不來 就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啊 就算你真的 你不厲害的人 當然你不會去玩這些東西 所以不敢去滑野雪 不會去滑野雪 但是你真的 我真的覺得 你再怎麼厲害的人 你去滑野雪 你就先有各種準備 對啊 然後或是說 真的就是你就是 乖乖的滑線內就好了 不要跑去滑野雪 不然的話 那真的是你要自己負責的事情 你知道因為我怕摔 那時候本來就是有一些什麼 後來買到一件防摔褲 我整個人笑出來 就是前後左右那個 就充滿了顆粒 大塊的 就是 那種叫算什麼啊 拋棉還是什麼 那種棉 你整個就是屁股超激型的 可是那個摔下去還好 你就倒掉的時候不會痛嗎 沒有 那個還有那種啊 因為應該是那個 大陸那邊很流行 他們直接就綁一個娃娃 放在綁在屁股 那種填充娃娃 就是當防摔褲 烏龜啊 或是什麼 綁在屁股上 還有造型 對還有造型 你知道綁 屁股兩邊 如果你有肉還好 就是不會溜那個地方 有時候這樣下來 我剛好我有一次就摔到 麻到不行這樣 然後那所以我們就說提醒大家 就是說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安全啦 對啊 那還有安全帽 真的要戴 對 很多人為了帥不戴 尤其是日本人 這日本人頭都是鐵打的 日本人他們覺得戴安全帽很醜 所以是不太戴安全帽 他去學長看的時候知道 日本人習慕死不戴安全帽的 對啊 但台灣人我覺得還是 大家搭下去還是完全沒有 但因為在你再怎麼厲害 我就我們到現在 我們都還是會戴安全帽 再怎麼厲害 你難保還是會有摔到頭的時候 因為速度 對還是會有 你講的這個關鍵 其實就是車神舒馬克 他是頭去撞到石頭 對 你想因為他一生都在駕馭速度 所以他其實 他就覺得沒關係啊 我不怕 可是誰知道你摔下來 就是那個頭 都不是手肘或屁股去撞到石頭 就是你的頭撞到 所以好像到了現在也還沒有說 完全康復 進一步的消息 因為我有朋友也是真的就是 沒有戴安全帽 然後真的摔到一個頭之後 他是我們看到快點把他扶起來 然後他就開始在那邊 欸我在哪裡 真的假的 對我在哪裡 我怎麼會在這邊 就是腦震盪 他沒戴嗎 他好像沒戴 對 對然後這邊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快點把他扶去小木休息 然後大概 就是到晚上回去第二天的時候 他整個忘 他有好的 但是忘記他昨天發生這些事情 對啊 對 就像你們斷片一樣 對就是像斷片一樣 對 你最近他不是因為有補了一些 沒有沒有沒有補 所以小澤就是可能你摔到會有一點扭傷或什麼挫傷 倒掉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斷掉 對 斷掉 斷掉 這個我是沒有青年看過啦 但是 比較少 東野歸舞的小說裡面也是有描述這一段 就是就是有一個人這樣滑雪然後飛出來 然後剛好有一個落地叉嘛 嗯 然後有一個人站在這邊休息 然後直接從脖子這樣插進去 所以東野貴舞小說裡面的描寫在面部是真實的我不知道 對然後再來就是血管的問題 因為像前陣子不是就是急凍的時候嗎 對 就很多老人家的血管收縮嘛 就走了 是 所以大家保暖 而且還有就是說我們一直覺得日本的室內的暖氣做得很好 但其實就是這個一冷一熱一冷一熱 喔真的 他是暖氣做太好了 太好了 電車也有 一上電車也是熱到不行 連屁股都熱的 真的 我有坐過去吉祥寺那種比較老的電車 他是在你的比如說你坐下不是會你的小腿整根嗎 就是從你小腿那下面這樣吹出來 我覺得好舒服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但很多大部分都是坐墊本身就是熱的 喔 那一上去 免治馬桶一樣 哈哈哈哈 欸為什麼台灣沒有辦法做到全面的公共空間有免治馬桶啊 因為我覺得很多的百貨其實有些已經在改進了 有有有 對不對 對 然後大家可能是怕說有些人覺得髒 對 就覺得那個噴頭不會洗 因為大可能還是很多人會用踩的啦 用蹲的啦 對啊 然後免治馬桶可能比較脆弱吧 所以就沒辦法這樣一直被踩吧 對 不過就在我們討論這個速度的時候 我要推薦一部電影叫GT跨界玩家 哈哈哈哈 你們有看嗎 我沒看 但我知道 那你知道在編什麼對吧 真實故事的我知道 他就是真實故事就是一群就是很愛玩電玩的年輕人 結果就被一個突發奇想的一個模擬 就是這個賽車遊戲的公司 他們就說欸那我們找這些人來真的開賽車 然後就成立一個學院就他就找這個他就他就發給幾個紀錄上很厲害的人 然後就比比比啊你入取了這樣然後就去受訓 然後其實這個真人真事我覺得很好看的一個原因是 你一開始會覺得說喔好厲害啊你第一名 然後結果家長也不贊同說你每天打電動 他就說 怎麼可能去擋賽車手 對 然後就沒想要被徵招去了 去了然後一開始呢也是就覺得說啊要先下去跑啊什麼的 然後他們說喔真的不一樣欸 你說肌力或是你要轉那個方向盤什麼就跟你在打電動是不一樣的 所以體能也要訓練因為他們一開始是弱雞嘛都災難啊怎麼樣都不出自己的房門欸 那還好是年輕人可能訓練起來是稍微快一點 可是你就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你永遠踏入別人圈子的時候 一開始一定會先被排斥 就你想你是賽車手你會笑這些人啊 我練那麼久了然後你們打電動的 你們這些以為很簡單喔 欸以前不是有一個那個紀錄片都在講賽車手嗎 就他們嘴巴是超超賤的 根本沒有在所有的運動員都是吧 就直接就第四年就是講的難聽 打球競賽的時候垃圾話都超多 垃圾話還有也會罵記者什麼白癡問題什麼之類 就是超狂 我覺得他們就是比我們現在認識的那些網紅什麼那種YouTuber都狂 直接是就管你的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們開的這種就是 就車隊啊還有這些車啊都很貴啊 然後再來他們就覺得他們是金字塔頂端 所以就會比較狂是這樣嗎 有可能吧因為他們就是已經都是一個就是都是世界知名的選手了 誰在跟你在那邊沒客氣什麼的 那他們年薪是多少個多少個億美金嘛 是不是 你說賽車手 對啊不只年薪啊 那你們連贊助商啊或是廣告什麼就應該都很多啊 對 然後呢 他的這個真實案例就是主角一開始是不會開車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他們因為有不同的賽道還有不同的那個氣候 所以其實他們去的時候就是一個不受賽車手歡迎 二個其實有很多狀況 他沒辦法控制 然後我就覺得說這種速度電影我會喜歡嗎 然後我就看一看 我覺得喔 到後來是真的很真實耶 就真實到 他在某個賽道我就 我可以先抱怜嗎 我一直跟我兒子說我可以講給你聽嗎 我兒子說我不要聽 然後我就忍忍了好幾天都沒有人要聽我講這樣 好如果你這邊不想抱怜你就先不要聽沒關係這樣 他就是在某個賽道他就一直加速 然後有一個資深的那個技師就看一看就說啊 不對 他又突然想起什麼事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你知道那個那個電玩車手他要在這邊要拿到 他想拿到前四名才會有那個正式參賽資格嗎 他整台車突然飛起來 哎呦像風箏一樣 對怎麼會這樣 我們剛剛在講駕馭速度 這個是知識我最害怕 所以我看到積極那個溜那個滑板 我就覺得好自由喔 然後你們會滑雪板會覺得好帥喔 蘇慧倫也會 對啊 飛來飛去 他有到飛來飛去嗎 沒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你們可以自己一個人做那個lift 就很帥上山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要巴著教練 教練教練你不要離開我 然後還一直問說我會摔下去嗎 這樣你知道 然後看到後面的爸爸帶小孩 他的帽子掉下去了 怎麼辦 這樣自己在那邊各種害怕 各種小劇場 然後就一直想到什麼 舒馬赫啊 一直想到雪兒的前夫啊 都是因為這種意外 他就一直想那畫面這樣 然後下去的時候就這樣 那可是他們就是自由自在的飛 所以速度感你是喜歡的 我其實我沒有到喜歡的 這是因為是喜歡滑雪的時候 才要克服這個事情 對啊 所以我也不覺得 一開始也是會覺得速度快很害怕 有點恐怖 做lift我也害怕 其實我是怕高的啊 然後lift不是有一個那個安全感 要把它搬下來嗎 對 結果每次都被搬下來 然後旁邊如果做陌生的人 都會覺得莫名其妙 你看 幹嘛有那麼多 你在撈什麼 對你在撈什麼 當然是為了安全嘛 因為我怕會掉下去之類的 我覺得你謹慎一點是對的 對啊 謹慎一點是對的啊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選手叫楊 他在超過9萬名的選手 參賽者脫穎而出 然後呢 他們後來還去參加杜拜24小時耐力賽 三個選手要開24小時 哇 哇 好誇張喔 對 我覺得這種賽車是要磨死多少人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對啊 然後我剛剛講的那個賽道就是 發生車禍那一次是 他整個就像他加速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上坡 他就猛的加速 因為他想說這是剛好我要 甩掉別的選手好時機 他就猛加速之後就 哇飛起來 整個車的車度是面向你的 就是那個腹部整個底盤 他整個這樣飛 還飛了一會兒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翻翻翻翻翻翻 天啊 然後就他就救護車什麼 就趕快過去 然後他爸媽正在看轉播就瘋掉 想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那我也覺得說 不對啊賽車這重量不是都有算過嗎 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說那個路段就叫做飛機跑道 就是你要看當天的風速 你不能加速超過多少 他就是會整台車這樣 整個這樣倒翻 衝太快 衝太快 然後後來他去醫院沒事 可是他有一點昏迷醒來 就隱約聽到他的師父在跟他講 他說都已經出人命 你覺得不嚴重嗎 他就就恍惚中 他就覺得說怎麼了 就並不是賽車手 因為其實賽車手 內部他們都有那個防撞的那個裝置 除非當然是你的油爆炸什麼的這樣出來 突然是旁邊看的觀眾 你的車出去嘛 被撞到 被撞到 撞到旁邊 被撞到 被撞到 所以這對他們來說是很難過的事 就是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 當然就是 就是賽車協會也會去調查啦 就是說你有沒有這個責任這樣 那答案當然是沒有 因為你是在賽道上 可是接下來不可控嘛 他自己都快那個了 對 然後所以其實這個真實故事改編呢 其實是他發生在2015賽車界呢 非常著名的這個綠色地獄的一個賽道 這樣子 那所以 呃好像 主辦單位就立刻以行動終止了比賽 因為 喔不好意思 對一名觀眾死亡沒錯 對 所以其實 呃 他是也參與了 你上賽車的開發任務啦 後來 嗯 他就是全新去投入日本超級 GT跟GT300跟三級方程式的錦標賽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也蠻有意思的 是蠻有意思的啊 而且那個遊戲其實很有名啊 跑車浪漫女 GT跑車浪漫女 你有玩過嗎 我玩過一兩次而已 因為我本身不喜歡跑車遊戲 賽車遊戲 對 因為他說這個遊戲最厲害的是 他是擬針 擬針的很擬針 非常擬針 然後愛車的人很愛玩這個遊戲 因為你可以看到各種 心目中的車 他擬針到什麼狀態 就這小男孩呢 他就去跟一個老技師合作了嘛 就針著開賽車的時候 他就在某一站的時候 他就講這樣 加不下去的時候 那老技師說你怕了齁 他說我沒有怕啊 是我感覺到那個 就是加油的那個什麼 不知道是 煞車還是什麼那 有一點點問題 他怎麼可能你感覺到 他說真的啊 他說你怕了就怕了 幹嘛這樣子 找藉口 結果後來那個去修的人說 真的有問題 真的有問題 所以他才說 OK你對車這麼了解 而且這個了解就是他 就是透過這個模擬遊戲 對啊 所以可見他有多真 對 所以其實這個電玩跟這個汽車 其實他們都會就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去結合說 喔原來你看以後我們ARVR發展下去 對啊 會有多真實 以後都不用出門喔 都在家裡做完所有事情 現在可是都只發展到抓把渴望而已嗎 哈哈哈哈 猴頭猴大師 猴頭呼 在旁邊 好的非常謝謝大家收聽收看 我們之後再推薦更好看的戲給大家 拜拜 拜拜 就愛點你UFO